你敢相信吗 在这个世界悟空当上了火影 因此自来也没有牺牲 大统木桃是直接被秒 甚至包括仪式在内的大统木一族 直接被悟空一窝端了 在未来的忍戒 悟空成为了第七代火影 然而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工作 这对于武痴的悟空来说 简直是一场灾难 陆安对悟空说道 现在能保持世界和平 都是因为你的力量 他们都很害怕 所以为了这份和平 悟空大人你必须这么做 然而悟空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幸好此时 自来也回来了 自来也可以算是悟空 在这个世界最喜欢的人之一了 因为他总能为自己带来乐趣 悟空急忙询问自来也今天去哪玩 但此时的自来也表情格外严肃 在悟空的追问下他说出了原因 他外出侦查到有两个外星球的人 打算入侵地球 但对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如果放任他们不管的话 人界的各位都会有危险 然而没有等自来也把话说完 悟空就提着两人的手机出现了 虽然自来也不懂 但他大受震撼 镜头一转 一是本体就降临地球了 但那和他和悟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一是在悟空的面前就像小孩子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 但身为武士的悟空 觉得这样的战斗太没有意思了 他就带着仪式传送到了大统木一族的基地 悟空直接叫他们一起上 悟空也太欺负人了 他们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经过一番简单的战斗后 悟空直接把大统木一族给一窝端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он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